第281章 双将 雁鸣湖畔 无论南岸的山峰 还是东岸的雪林 都一片安静 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更没有人听到的缠鸣 城墙上 大师兄与耶稣的目光 穿过无数重雪 落在那片林中 神情威夷 似乎同时感觉到那里 正在发生什么 只是他们 现在没有多余的精神 去关注那片雪林里发生的故事 因为他们看到 血气飘扬在雁鸣湖宅院前 夏侯推门而入 院门有些心 似乎是前不久重新修过 在院门进入漆黑的院落 耳畔忽然响起一声缠鸣 身体不由微僵 白天在皇宫里 他也隐约听到一声缠鸣 从殿前飘舞的雪花里传来 他确定那是幻听 但此时这声缠鸣 虽然依旧虚妄 但似乎真实了几分 夏侯脸上冷漠的神情 没有丝毫撼动 铁眉微挑 反而显得愈发暴力 脚步稳定地踩过门槛 踏过雨廊 来到正厅之前 雪仙前有过短暂的停止 紧接着便愈发暴力的飞舞 后云遮住了满天的繁星 风雪暗淡了长安城里的灯火 夜明湖盼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但夏侯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石阶下肿着几株寒霉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霉指散乱 积雪下能够看到新鲜的断茶口 似乎被什么好风雅的畜生啃食过 屋内有一盆绿珠 纵是在寒冷的冬天 那植物依然蓬勃地生长着 枝叶肥嫩 清脆欲滴 趁得盆中的黄土愈发无趣 屋顶那根粗直的黑漆大梁微微变形 应该曾经遭受过某种撞击 出现了两道极细小的裂缝 想来不影响安全 但看着总令人有些心计 造型别致的陈屋架侧方 搁着一盏油灯 那油灯以青瓷为度 灯绳洁白 没有点燃的时候 也是件极美的工艺品 夜明湖盼这片宅院 让宁缺花了无数两白银 让齐四爷耗了无数心神 又得皇后娘娘和李渔的大手笔天智 自是非凡 与清禾剧那些名媛比较起来 只怕也不稍训 便是不起眼的事物 也都值得品玩一番 夏侯是武将 从来不会伤春悲秋 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性质 然而大战当前 他看着梅从黑梁盆井油灯的目光 却是那般专注 其实他并没有看梅从 黑梁 盆井 油灯 他正在看梅之鸡血里露出的黄纸 黑梁裂缝里夹着的黄纸 盆井绿纸里的黄纸 油灯青瓷灯壶压着的黄纸 这世间有一种 只长为微黄色 符纸 燕鸣湖畔的宅院里 到处都是符纸 这是一座符纸的宅院 叶红渝之所以能够越境战胜陈皮皮 是因为他了解他 知道他的恐惧 我也很了解夏侯 从判处魔宗的那一天开始 夏侯便一直在恐惧 或许是恐惧那位神秘的魔宗宗主 或许他恐惧西陵神殿 揭穿他的身份 因为恐惧 所以他空虚 他开始杀人如麻 开始暴力冷酷 开始骄傲嚣张 宁缺从桑桑手中接过大黑伞 望着对岸被夜学笼罩的庭院 只有这样 他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阴影 在宫门前他说的对 我也有心理阴影 所以我明白他的骄傲 是他无法摆脱的致命弱点 因为骄傲 他现在踏入了我所选择的战场 这便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 怎样利用他犯下的错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必须毫不犹豫的 把这两年千辛万苦 写出来的三百多道符 全部砸出去 写符并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般潇洒随意的动作 除了宁缺自己 没有多少人知道 三百多道符 意味着多少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多少次念力枯竭后的极度虚弱 多少次时海震荡后的痛苦不堪 桑桑知道 因为那些与油灯相伴的夜晚 他一直守候在宁缺的身旁 看着他汗如黄豆 脸色苍白 却依然比更不错 那些夜晚里 宁缺更得不是田地 也不是文章 只是福 夜雪中牙畔 桑桑扬起小脸望向宁缺 看着他的脸色 如果去那些夜晚里一般苍白 很是担心 却微笑说道 是啊 少爷一定会胜的 宁缺闭上眼睛 握着伞柄 眉梢有些颤抖 右手有些颤抖 脸色苍白 石海里的念力 顺着黑伞 散向满是雪花的空中 念力是正道修行者的根基 修行者却只能利用念力 去操控天地元气 然后施展出各种手段 即便念师能够直接以念力攻击敌人 也被局限在很短的距离之内 那是因为念力拥有一种无法更改的特性 这种特性便是 念力一旦离开修行者的石海 便会随着距离 而以数量级的倍数急剧涣散 归继于天地自然之中 宁缺此时 站在夜明湖南岸的山崖之上 距离对岸的庭院 有树里之遥 他要触发庭院里隐藏着的三百道夫 便需要把自己的念力送到彼岸 然而他的念力 如何能够度过这片夜雪中的东湖 就在这个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念力 经过大黑散饼和散面之后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是说念力的浓度增加了多少 而是向雪空里涣散的速度 变慢了很多 因为汽海雪山翘色进取的缘故 雪湖四周的天地气息 依然没有太多能够听懂他 念力唱出的这首曲子 但至少他的声音 可以传得更远一些 宁缺的念力 悄无声息穿越风雪 落到了遥远对岸的庭院里 青瓷灯壶压着的那张黄纸 吃得一声 微想化为虚无 淡淡的造诣无由而至 从来没有点燃过的 洁白如玉的灯绳骤然一景 轻油骤势 燃起一道极微弱的火苗 油灯昏暗 略微照亮了屋厅内外 随着青瓷油灯诡异的无火而燃 屋子里紧接着出现了无数变化 油灯所在的乘务架 整个燃烧起来 然而便是陈列架所在的空间燃烧起来 化为一团炽烈的火球 照向下喉如山般的身躯 火势飘渺而恐惧 所过之处 任何事物都被化为虚无 唯有那盆青植不一样 那些微微搭拉着的 清脆欲滴的肥嫩青叶 被屋内的火蛇一辽 便如肥肉般融化 化作淡绿色的油脂 滴入花盆 那片夹在青叶中的黄色符纸 消失不见 青叶化作的油脂 落入土中 花盆顿时崩裂 里面的黄土炸将开来 弥漫在屋内空间里 那些四威力般的黄土尘埃 不知何故 竟是无比的沉重 每一颗土粒 都像是石头 射向下喉的身躯 紧接着 那根乌黑的横梁上的黄纸 也凭空消失 只听得喀拉一声巨响 沉重的横梁毫无争照 从中断裂 砸向下喉的头顶 下喉眯起了眼睛 如铁铸成的双眉 没有促起 反射着火光 似在燃烧 他出拳 那只恐怖的拳头 霸道至极地 把身前所有空气都挤了出去 熊熊燃烧的浮火 骤然熄灭 惨淡至极 他闭眼 任由那些如石头般袭来的黄土粒 击打在自己的身上 劈劈啪啪啪 一阵密集的响声 无数细小却威力巨大的土粒 重重地砸到他的身上 就如同无数颗冰雹 自天而降 击打在皇宫的屋檐上 他身上那件外袍 瞬间千疮百孔 他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表情 他低头 断成两节的乌黑横梁 重重砸到他的背上 然后断成更多节 沉重的横梁 可以砸死十几个人 却不能让他的身体 微微颤抖一下 面对着宁缺的三道符 下喉指出了一拳 这就是五道巅峰 尤其是他 本来就是位魔宗强者 那么只要闭上眼睛 便可以无视任何 致命径以下层级的攻击 即射如实力的黄土 没有在他脸上 留下任何痕迹 断成无数节的横梁 无力地在他脚下滚动身影 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有一根睫毛 飘离眼帘 以下喉的修为境界 完全可以不用 直面宁缺的三道符 他本可以避 可以用更最简单的方法 挥手破支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他一直在注意 身后十阶下的那层残眉 宁缺认为自己很了解他 他也认为自己 很了解宁缺 他知道 宁缺是一个怎样 冷酷阴险的角色 他相信 宁缺绝对不会浪费 三道宝贵的符址 就是为了试探自己的深浅 必有后者 那从残眉里 也有一张黄色符址 夏侯认为 那便是宁缺的杀者 所以他把注意力 都放在那处 果不其然 下一刻 残眉里的黄色符址 化作一道青烟 残存不多的梅花狂颤离枝 如蝴蝶般飞舞向夏侯的脑后 夏侯没有回头 随意一直点向身后 当他的指尖触及眉半时 铁眉忽然促起 那半眉化作了一滴水 那从残眉里的符址 竟是如此浅漏的一张水符 夏侯促眉 是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判断出了错误 但他并不在意 神情默然向上望去 那处乌梁已断 屋顶破开一个大洞 人在屋檐下 举手渴望星空 今夜风雪交加 无星可看 只能看到无数片雪花 随着夜风 从那个洞口里灌了进来 还有一片 正在逐渐消散为寒意的符 那些从洞口飘落的雪花 轻轻飘舞间 似乎变大了无数倍 一道极寒冷的符翼 骤然间笼罩整座建筑 甚至连建筑内的空气 都冻凝住了 夏侯抬头看着落雪 霜眉顿时蒙上一层厚厚的冰霜 第282章 井里井外 这是一道很强大的符 瞬息之间 便让屋内的温度急剧下降 夏侯的霜眉染霜 外衣里面的盔甲表面 也开始结冰 对一位武道巅峰强者来说 这道寒服虽然强大 却依然难以造成直接的伤害 他微微皱眉 眉上的冰霜顿时破碎 然后他向前踏了一步 盔甲上的薄冰 也随之破裂 啪啪落在地上 不过至少 夏侯在这一瞬间 需要以念力凝天地元气于体表 而无法再像先前那般 只凭强悍的身躯和拳头 便能随意相抗 湖畔宅院里的战斗 并未暂时告一段落 就在下一刻 无数道黄色的符指 从宅院里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 积湿而出 密集的黄色符指 纷纷扬扬不停飘舞 密集有如从屋顶洞口 落下的雪花一般 围绕着夏侯的身体飞舞着 旋转着 随着不知来自何处的念力波动来临 像雪花般狂似飞舞的黄色符指 被一一触发 化为虚妄或是道道清烟 符意喷不而出 然后最先被触发的符意 带动着尚未触发的符指 飞舞更速 湖畔宅院里 黄指花花喷起 如同一道瀑布狂喷 要亮夜空 这个画面很美丽 也很震撼 符指是如此的珍贵 过往历史上的修行战斗中 谁曾见过如此多数量的符指 同时出现 紧接着 更多的符指被激发 无数道符意纠结在一起 将周遭的天地元气 撕扯得有如碎续 再微弱的符意 混在那些切割空间的湍流里 都仿佛具有了 某种特殊的威力 夏侯站在这片符意的 海洋风暴中间 站在天地元气流畅的漩涡里 脸上的情绪很复杂 有些伤感 又有些愤怒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这是他最忠诚的下属 君息古息的师父秘法 他没有料到 宁缺在今夜战斗里 居然用的是这种手段 寒冷的雪风 黄暴的夜风 灼热的火焰 令人窒息的失忆 各种截然不同的符意 被一只无形的手 捏合在了一处 没有任何道理 却是那般的可怕 夏侯神情默然握拳 身上那件已经残破的外衣 四思作响而飞 露出里面崭新的盔甲 紧接着以雄魂至极的念力 于天地元气的湍流中 抽出他所需要的 凝于自己的体表 形成一道无形 却兼顾至极的无形盔甲 无形的天地元气盔甲 加上有形的金属盔甲 把他的人与周遭的天地 严密地隔绝开来 与伏意的风暴扬 及元气湍流隔绝开来 夏侯台步 在漫天飞舞的黄色扶纸间行走 黄暴的伏意 不停机打着他的身躯 发出扑扑的闷响 或尖锐的切割声 在伏意的侵袭下 他身上的盔甲 时而凝上一层寒冷的厚冰 时而红亮刺目 如同被烧了七日七夜 为了抵抗 这片伏意的海洋 他的念力在缓慢 而不可逆地消耗 但脸上的神情 被试人试作未来的神福师 所以他很确定 今夜一战 必将面临些什么 只不过宁缺准备的福祉数量 远远超过了他事前先计算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 宁缺竟然会在开战之初 便把所有的福道手段 都施展了出来 要知道 福师师福 需要念力触动 念力能够传播的距离 有先天限制 此时湖畔宅院里 竟是福祉飘舞 那么只能说明 宁缺此时正在宅院里 夏侯以为 宁缺这种做法很自信 很骄傲 很嚣张 也很白痴 任何与武道巅峰强者交战 却不试图拉远距离的修行者 都是白痴 既然宁缺便在湖畔 那么他便不急于脱离 这片福祉的风暴海 愿由福祉的风暴 不停消耗自己的念力 也要找到宁缺 然后一举击杀 他继续向前行走 未见有任何动作 身前一堵灰墙轰然倒塌 他看着夜色深沉处 看着宅院南向那些 隐隐可见的湖流处 威朝说道 不是神福 又如何伤得了我 你既然急于去死 那便去死 雁明湖是不规则的 湖西岸相对较窄 也较遥远 那处湖水清浅 有人修了一道木桥 行鱼湖面 可闪湖中水草 时至寒冬 木桥上尽是积雪 桥下湖水 尽数宁为坚实的后兵 再也看不到那些 如绿丝般的水草 只有几从黄白的芦苇 随风招摇 如此严寒天气 朝廷又封锁了 雁明湖一带 自然没有什么游客 但有数人分立木桥两头 神情葛意望着湖西方向 青涩道袍有些宽松 在风雪间呼呼作响 叶红渝看着远处 流光一彩的湖畔宅院 感受着那处的服役风暴 眼眸里露出一丝异色 他曾经在那片宅院里 生活了很长时间 然而直至此时 才知道 宁缺在宅院里 做了什么手脚 藏了多少道恐怖的福祉 道斥是极端自信之人 但他此事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宁缺用这片服役的 风暴海洋来对付自己 他必然会狼狈到极点 木桥那头 陈皮皮一手撑着油纸伞 一手握着唐小唐的小手 看着远处西面 不时闪耀的光线 看着狂舞 不停如瀑布的无数黄指 震撼说道 都知道小师弟吝啬 哪里能想到他今夜 居然弄出如此奢酷的手笔 唐小唐的手有些凉 既担心朋友桑桑现在的情况 又震撼于湖畔那些扶植 所带来的冲击力 楠楠说道 原来服侍这般可怕的事物 雁明湖南岸山崖畔 宁缺睁开眼睛 看着远处对岸宅院处的 火树萤火扶植风暴 听着隐隐传来的 强青瓦菲的声音 我请七师姐设计阵法 加上大黑伞 就是要让夏侯 做出错误的判断 让她以为我就在宅院里 夏侯实际上很谨慎 多虑多疑 在此基础之上 则是畸形的自信 她既然判断我在那边 便一定会坚信我在那边 她威风说道 说不定她这时候 还在对我嘲讽地喊话 让我出来站得痛快 桑桑看着狐对岸 错眉说道 但她的实力太强大 浮海似乎对付不了她 我从来不指望 这片浮风暴 能够直接击败夏侯 毕竟我不是神浮尸 我撒在花盆里的那些符纸 或许只能在她的盔甲上 像飞蛾扑火般 变成无用的青烟 但可能有符会 切断她的一根眼睫毛 她接着说道 一根眼睫毛掉落 算不得什么 甚至她自己 可能都注意不到 但积少成多 便能致命 就如同走路一样 只要一步步走下去 那么总有一天 你会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夏侯就算是一座 坚不可摧的山峰 我的手段 是指不起眼的勺子 但如果让我不停敲下去 天长地久敲下去 这座山峰 依然会让我拍松 拍得表面松动 岩石化粉速速落下 最终山倒地摇 说完这句话后 宁缺把手里的 大黑伞递给桑桑 桑桑接过大黑伞 看着她说道 是的 少爷 你肯定会赢的 隔着一片湖 同时触发数百道符指 宁缺的念力急剧消耗 脸色有些苍白 但她的眼光却依然平静 看着湖对岸 缓缓抬起右臂 她的手指颤抖不安 似乎只见用无形的线 悬着一座沉重的山峰 她缓缓移动右臂 在身前的风雪中 画了两横两竖四根线 无形而凝重的线条 指向燕明湖对岸的宅院 宅院里 满天狂舞的黄纸 紧接化为虚无 耀眼的光线渐渐脸没 狂暴而恐怖的浮衣 依然在不停地 撕扯天地元气 凭劲而蕴藏着凶险 与长安城别处 相对稀疏的血液里 隐隐出现了四道线 那些线条没有颜色 按道理应该透明无形 却偏生能够被人看见 之所以能够看到那四道线 是因为夜空里飘舞的雪花 骤然四处逃散 有些没能逃离的雪花 翘无声息化作虚空 夜空里的四道线 便是无血的痕迹 四道线两横两竖 合在一起 便是一个井字 夜空里的狂暴浮衣 禁术凝在了这个井字里 井 横竖接二 欲切割 井字符是颜色大师生前最恐怖 境界最深妙的浮衣 他在无名山顶 与光明大神观同归于境之前 所施出的井字符 更是连空间都能切开 能够把光明大神观 以天启之境所获的浩天神灰 切断在空间里 宁缺继承了颜色大师的 所有一波 对井字符的研习 自然也是最为刻苦用心 虽说他境界不足 不能完全发挥出井字符的威力 但他写出的井字符 已然足够强大 更是他如今所能施出的 威力最大的符 而且不知从何时起 他竟然能够以不定是施符 这种手段 已然与荒原上的 疏痴墨山山水平接近 换句话来说 这道井字符 便是他的半岛神符 井字从夜空降落 把湖畔整座亭都附在内 仿佛里面藏着个 无数的更细微的井字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逃离 梅花被切碎 井被切断 墙被割开 井字落下 一切事物都被切开 平直凌厉到了极点的井字符 落在了夏侯的身上 他身体表面 那层天地元气凝成的盔甲上 出现了四道极为清晰的痕迹 微微下陷 里面那件崭新的盔甲 更是出现了四道秀迹 夏侯有黑如铁的脸庞骤然变白 然后急速变红 紧接着雪白 再紧接着潮红 快速地变换着 念力急出 宁于体表的天地元气层 一番震荡不安 下线弹回 终于是 撑住了井字符的切割 却已然变得薄了很多 如同一张保纸 紧接着 咔的一声轻响 从他身上响起 盔甲依着 四道秀迹的线条 碎成了无数金属片 像破铜烂铁般落在脚下 夏侯望向雁明湖对岸 看着那处漆黑的夜色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在井里 而宁缺一直在井外 第283章 向来不是一人站 福一起于湖畔时 叶苏站在城头风雪中 说道 颜色诗书果然识人 谁能想到 宁缺入福到不过这些时日 便有了这等手段 在他看来 宁缺写的福并不如何强大 甚至其中有些福名 显示出入门的手段 在一般人看来 突然引人发笑 然而 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宁缺 便写出这么多道符 实在是令他感到震惊 最令耶稣感到震惊的 却是宁缺师父的手段 湖畔的浮海风暴 看似混乱 实际上隐隐里却自有章法 每道符一之间配合堪称完美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造成这般声势 形成这等效果 大师兄微笑解释道 小师弟是大书法家 毕生所学最擅长处 便在笔墨功夫上 对于如何拆字解字写字 造诣精深 耶稣微微咒没说道 我依然无法理解 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多道符来 符诗最讲究天赋 无论是他这个只手观传人 还是剑圣柳白 这一生都难以亲近符道 但这不代表他对符道 没有任何了解 任何符诗都只能使用 自己写的符 即便像颜色大师 这等境界的神符诗 可以留下数道 神符给弟子使用 但数量也绝对不会太多 写符需要消耗符诗 大量的念力与心血 更需要大量材料 凝制物符不过两年时间 凭什么能写出这么多道符 书院别的什么没有 就是修行方面的材料存了不少 若有缺漏 朝廷也会帮着来准备 至于写符所需的念力 大师兄笑了笑 说道 耶稣先生大概有所不知 小师弟念力的雄魂程度 在我书院后山之中 也能排进前列 书院后山里诸弟子 在世间声名不显 然而耶稣很清楚 那些人必然各有奇才 此时听说拧缺的念力雄魂程度 竟然能在书院后山排进前列 不由微微一正 有些意外 也有些吃惊 便在这时 锦字符出现在湖畔宅院的上空 耶稣感受着那处 传来的平直领略服役 眉梢缓缓挑起 沉默看着燕鸣湖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眉梢渐展 说道 半道神符终究不是神符 大师兄看着夜色中的那片湖 略带遗憾说道 小师弟虽说进步极大 但毕竟入福道时日尚短 未能成为神符师 耶稣摇头说道 神符师又如何 除非到了颜色诗书的层次 单靠轻飘飘的符指 便想击败夏侯这等人物 只能是痴心妄想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靠福道便能杀死夏侯 师父当年全胜七 大概有这等本事 我可没有 我自然有我的想法 宁缺看着再次被夜色吞噬的对岸 说道 都说不能越境挑战 满天下包括书院的师兄们 都没有人相信 我能战胜夏侯 但我坚持来做 是因为他们都算错了一件事情 我没有想过战胜夏侯 我只是要杀死夏侯 如何能够杀死敌人 战斗只是瞬间 杀死一个人 却可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里面可以有很多场战斗 前面无数场战斗 我可能都无法战胜他 但我能让他流血 那么 哪怕到最后我依然无法战胜他 但他的血 却却可能流光 血流光了 自然便死了 今夜我和夏侯拼的不是实力 不是念力 也不是境界 而是看谁更快流光身上的血 他是魔宗强者 防御太过可怕 就像只乌龟 我要做的事情 便是不停替这个乌龟放血 然后确保 不被他一口咬死 宁缺郑重说道 感谢唐 把夏侯身上最外面的那层龟壳 已经敲碎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就相对简单些 桑桑看着他说道 我们会成功 宁缺今天话很多 解释了很多 如果他身旁不是桑桑 而是别的听众 比如叶红鱼 叶红鱼肯定早已厌烦到了极点 恨不得一脚 把他踹进牙下的冰壶里 桑桑最开始有些诧异 然后明白了原因 面对夏侯 宁缺没有丝毫的信心 哪怕他的神情是那样的平静 与其是那样的平和 似乎信心满满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哪怕他准备了整整15年 他依然没有信心 所以他不停说着自己的准备 说着自己必胜的理由 来让自己相信 自己真的可以越境挑战成功 战胜那个似乎无法战胜的强大敌人 桑桑很担心 很忧虑宁缺的现在的精神状态 所以 他一直在用比宁缺更肯定的语气 说我们肯定一定能胜 在整个世界都不相信宁缺的时候 甚至在宁缺自己都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 那么只剩下他一个人 能够给他最后的信心 因为这不仅仅是宁缺的战斗 而是他们两个人的战斗 桑桑把大黑伞搁在了瘦弱的肩头 伸出右手 紧紧攥着宁缺的衣裳 攥得很用力 戴着脖茧的指头 仿佛要陷进他的身体 然后 他缓缓闭上眼睛 睫毛不眨 夏侯走出了湖畔的庭院 来到了湖堤上 身前便是鼠虫柳 狂暴地扶植海洋 对他强大的身躯 进行了数千数万次的侵袭 虽然没有能够在他身上留下什么伤 却割散了他的发迹 黑中夹着树精灵的头发 披散在他魁梧的身体后方 让他看上去 就像是一尊佛经画卷上的魔神 然而破烂的衣衫 被腰带系着残留在腰间的残破盔甲 让这尊魔神看上去是那般的狼狈 夏侯面无表情 伸手把腰间的盔甲碎片撕掉 像扔垃圾一般扔到柳树下 然后看着燕鸣湖四周的夜色 咳嗽了起来 寒冬雪夜 温度低至湖冰 坚实如钢铁 但却不应该让一位身心皆如钢铁的 武道巅峰强者有所感 夏侯意外于湖畔庭院里 有这么多福 便是风雪都有些撑不住 意外于宁缺在福道上的本事 禁礼传闻中要强大很多 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宁缺竟然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师福 意外使人警惕 他知道自己犯了错 但既然知道了错在何处 便可以纠正 所以他并不为意 依旧沉默 看着东湖的四周 燕鸣湖畔竟是白雪茫茫 只是夜太黑 没有星光也没有灯火 于是本应清亮一片的天地 竟是那般的暗淡 雪丝也变成了黑的 夜色笼罩近处的寒流 与远处的芦苇 无论是冰石了的湖水 还是湖州的山丘 都是漆黑一片 即便感知在如何敏锐 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画面 夏侯不知道 宁缺这时候在哪里 只知道 他肯定在夜明湖岸边 却不知道是西岸的木桥 东岸的雪林 还是南岸的山崖 但他确定 只要宁缺再动 便会死 宁缺站在山崖上 手里握着一把铁弓 他举起铁弓 缓缓拉动弓弦 弓弦危陈光明 瞬间被风雪掩盖 有黑的铁弓上有些积雪 显得愈发寒冷 弦上那根刻着繁复浮现的铁剑 描向夜明湖北岸的夜色 夜云遮兴 四眼漆黑一片 不见繁星 不见人影 夏侯看不见他 宁缺自然也看不见夏侯 此时与去年在荒原雪崖上 设龙庆皇子不同 那时节 龙庆皇子正处于破镜的关键时刻 一身修为境界 尽数蓬布而出 如同燃烧本命一般 在宁缺石海里 就像是一朵将要绽放的金色花朵 哪怕隔着石几里的距离 也清楚地不需要瞄准 而夏侯身为境界稳定的五道巅峰强者 心意一动 便与湖畔的寒柳融为一体 即便宁缺尽入之命 也无法确定对方的方位 既然如此 他手中的原石三剑准备射向哪里 就在这个时候 大黑散下的桑桑 紧闭着眼睛 把细细的眉间 促成了一朵小黑花 说了两个数字 6333 21772 两年多前 春天的明山深处 北山道口一箭难来 其实林中烈火燃烧 当那第三名刺客 砍向宁缺时 桑桑躲在大黑散下 紧闭着眼睛 用尽全身力气 喊出了两个字 两年多后 寒冬的冰湖崖畔 北岸柳下强敌末志 此时 崖上风雪飘舞 桑桑再次喊出了两个数字 这些数字 是只有宁缺和桑桑才懂得做标系 在过去的15年里 陪伴着他们在明山里狩猎 在生死前搏命 以示本能 不会出错 和两年前几乎同样的画面 同样的场景 只不过今夜桑桑喊出的数字 要复杂很多 数字的复杂程度 往往代表着精确程度 寒冷有黑的剑簇缓慢移动 在夜学里寻找着目标 然后停止 它松开了紧动的弓弦 铁剑离弦而去 消失在弓前的湍流空洞中 消失在风雪之中 夏侯坚信 只要宁缺再出手 便必死 宁缺出手 便是最强大的原石三剑 有黑的铁剑 前一刻消失在山崖前 下一刻便突然出现在夏侯的身前 剑上的浮现微微明亮 上面残着的雪片 都没有被风吹走 在这一刻 原石三剑似乎突破了 距离和时间的束缚 甚至不再被周遭的 天地环境所影响 寒冷的剑簇 刺破了夏侯贴身的衣衫 它体表的天地元气层 骤然下陷 夏侯有所感 伸手在空中一握 它只来得及握住剑的中断 世上能够握住宁缺的 原石三剑的人 大概也只有那么几个 铁剑在铁掌中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火星四剑照亮湖畔寒流 第284章 向来不是一人战 铁剑在夏侯手中 向着他的胸膛继续前行 便要刺进他的身体 夏侯的眼睛骤然明亮 宛如若星辰 只听得一声轰鸣 铁剑与他手掌摩擦 所带起的火花瞬间脸面 湖堤之上狂风大作 寒流尽碎 混入雪中一道狂舞 伴着恐怖的冲击力 夏侯的身体向后倒流而去 他的双足像铁柱一般踩在低岸里 竟是硬生生离出了两道极深的沟壑 如果不是雁明湖水已然结冰 湖水便会随之倒灌而入 铁剑的剑簇刺破了 他体表的天地元气层 刺破了衣衫 刺破了肌肤 留下一道并不深的伤口 一滴鲜血缓缓渗出 夏侯抬起头来 望向雁明湖南岸 有黑如铁的脸庞 犯过一丝苍白 然后他开始咳嗽 有血水从唇角一出 血液冰湖上方有一条空虚通道 里面没有血 直至此时 血才重新落入 然后被剑到的鱼 运绞成碎续 这便是剑到 剑到的另一头 在雁明湖南岸的山崖上 夏侯终于确定了宁缺的方位 他面无表情看着那边 一道强悍的气息噬出体内 血雨沉狂舞而起 在摇晃不安的寒柳间 形成一个圆 紧接着 他双脚所站立的地面骤然下陷 形成一个仗许的完美圆形 借着恐怖的反阵力 他的身体消失在湖堤上 只剩下渔风寥寥 雪落下几片 夏侯离开了湖堤 向着湖的南岸开始奔跑 他的脚重重地踩在湖面上 雁明湖冰冻得极为结实 即便承载着他的身体 和高速所带来的冲击力 依然没有破碎 只是每当他脚步踏下时 会出现几道不起眼的裂缝 坚硬的湖冰下方是水 感受到冰面上如山般的重量 开始震荡不安 发出沉闷而诡异的响声 就如同鼓锤重重地敲打着战鼓 发出冬冬的沉闷响声 这片东湖便是他的战鼓 他击打战鼓的频率并不高 但每一击落下 却是那般的有力 夏侯奔跑的节奏并不快 但每一步都仿佛都跨过一道山河 不过刹那时间 的身影已经出现在 冰封的雁明湖面上 如果有人能够无视黑夜的遮蔽 或许能够看到雪湖上那道残影 一位舞蹈巅峰强者 拥有绝对的力量 当他把力量转化为速度的时候 很难用语言或者对比来 形容那种可怕的程度 雪湖上的叶峰 肯定没有这种速度快 落雪更没有这种速度快 即便宁缺射出的伏剑速度更快 却没有办法射中如此快的目标 在战场上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夏侯和宁缺都曾身经百战 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 自从知道宁缺对自己的敌意之后 夏侯一直在警惕 等待传说中的原始三件 他思考了很长时间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只要自己奔跑起来 那么原始三件 便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坚硬的军靴 采裂湖冰 来到雪湖上 那处有枯河被冻凝在水中 早已死亡 激着雪 看上去是那般的凄惨 就在夏侯踩倒一只枯河的时候 旁边几株枯河颤抖了一下 仿佛重新获得了某种生机 然后便是轰的一声巨响 东湖冰面蹦裂 枯河近伏 火光大作 气浪狂卷 夏侯如山般的身体 竟被震得高高飞起 火光气浪之中 是无数道凄厉地奸笑 痴痴作响 那些没有被爆炸气浪阵服的枯河 如同被锋利的刀芒切过 纷纷断裂 变成了无数道极碎的蟹片 夏侯重重落到雪湖之上 溅起一盆雪花 他的双膝微弯 军血已破 但身体竟是强悍地保持碰上平衡 没有摔倒 随着他一道落地的 还有无数片极锋利坚硬的铁片 那些高速箭射的铁片 锋利的铁片附着在他的身上 他身体表面的天地元气 在最危险的那刹那 挡住了绝大部分爆炸的威力 和锋利铁片的切割 但依然有十几片锋铁 挟进了他的身体 夏侯坚硬的肌肤上 出现了很多道伤口 鲜血开始流淌 便在这时 第二只铁剑到了 突兀而毫无征兆 夏侯看着 东湖上飘着的雪 未切地躲避 真气灌入右臂 面无表情一挥 这看似简单的一挥 却是令雪湖上夜风大作 兵力狂滚 擦的一声锐响 他的右臂上 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血口 铁剑兽阵 擦着他的身体 没入雪湖 轰的一声 极坚硬的湖冰上 出现了一道黑幽幽的洞口 夏侯豁然抬头 目若幽盲盯着南岸的方向 然后再次开始奔跑 他确认 自己还是低估了宁缺的手段 但他已经不能再退 必须要拉近与宁缺之间的距离 所以 无论这片岭东之湖里 藏着多少手段 凋敝的雪中连田里 隐藏着多少先前那种爆炸 他都必须要冲过去 他继续向连田里奔跑 于是第二场爆炸再次发生 元十三剑可以无视距离 却不能无视目标的移动速度 宁缺也懂这个道理 更何况夏侯一身魔宗功法强悍至极 身体的强度 完全不是龙亲皇子 可以相提并论 所以他从来没有指望 单靠元十三剑 便射死夏侯 好在燕鸣湖里有一片连田 牧春之时 宁缺在把燕鸣湖畔 所有宅院都买了下来 把燕鸣湖变成了自家后园的湖 他在湖里种了很多荷花 剩下之时 他与桑桑泛舟湖上 穿行于密质的连田之间 赏湖赏风赏星辰 摘莲花包帘子 然后在连田里扔了很多小铁湖 领东之时 燕鸣湖冰封 冰面厚石 连田藻雕和弱鬼面 那些沉在连田深处淤泥里的小铁湖 却开始苏醒过来 随着小铁湖的苏醒 一场又一场的爆炸 接连在雪湖之上响起 赤烈的火焰与恐怖的气浪 震得湖面上的积雪 纷纷扬扬而起 无数片急锋利坚硬的小铁片 呼啸着在风雪中穿行 湖面坚硬的冰层上 出现了很多黑洞 呼啸的风雪与铁片间 夏侯已然鲜血淋漓 更可怕的是 每当它的身法 因为爆炸而稍有停滞之时 南岸山崖上 撑着大黑伞的桑桑 便会爆出它的方位 然后宁缺射箭 下一刻 恐怖而寒冷的铁剑 便会来到夏侯的身前 小铁湖是花 宁缺和桑桑 在这片岭东之湖里 种了多少连 扔了多少湖 今夜湖面上 便会开多少朵花 铁剑是刺 宁缺剑侠里 有十三根源十三箭 那么 它便一定会趁着雪湖火花 朵朵盛开的时节 尽数射将出去 第285章 血气不道 夜雪下的东湖 本来应该是安静漆黑一片 然而今夜湖面之上 却是狂风大作 不时响起恐怖的爆炸声和火光 被冰封的连田里 展开朵朵铁莲花 湖面厚厚的积雪 被无形的力量抛弃 洒向黑暗的夜空 厚实的冰层塌陷炸裂 仿佛墨汁般的冰冷湖水 不停拍打着黑色的洞口 惊起雪般的浪花 然后消散于真正的雪中 凋敝的残河丛中 夏侯再次被气浪震飞 伴着奸笑的铁片穿梭声 他如山般的身躯破风而上 似要被跑到夜云之上 夜明湖南岸山崖上 桑桑一手紧紧握着大黑伞 一手用力攥着宁缺的衣裳 低着头臂着眼 根本没有去看山崖前湖上的混乱画面 却似乎能够清晰地捕捉到 每样事物的位置 笛声再次爆出两个数字 听着那两个数字 宁缺毫不犹豫弯弓搭剑 朝着斜上方的摇摇夜云 便射了过去 那处一片漆黑 他根本看不清楚那里有什么 但他知道夏侯便在那里 天空里落着暴雪 漆黑一片 看不到剑道 只能听到原始三剑的尖锐剑笑之声 而当人们听到剑笑的时候 已经是下一刻的事情 夜明湖上空的夜云 骤然一阵波动 天地气息炸乱 仿佛黑云里炸开一道响雷 暗淡的云丝 痴痴四处逃离 夜云骤破 鲜血一剑 夏侯从高空跺下 这一次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平衡 重重地砸到了冰面上 砸的冰面上 出现了好几道深刻的裂痕 一只寒冷有黑的铁剑 深深地穿过他的左臂 因为愤怒和疼痛 夏侯的眼瞳仿佛要燃烧起来 如同一只受伤的兽王 他一把握住铁剑尾 生生把剑枝从上臂里拔出 继续向着南岸奔去 他只来得及往前踏出三步 连田底 淤泥处再次发生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 他脚底的冰层骤然开裂 险些把他的身体 吞噬进黑暗寒冷的湖水中 随之而来变得气浪火苗 和那些阴险可怕到了极点的锋利铁片 当湖水里的波动 透过冰层传到军靴脚步时 夏侯以一位武道巅峰强者的能力 做出了最及时的反应 他军靴重重一踏 脱离冰封的湖面 来到空中 然后闪电般举起双拳风于身前 夏侯闷横声中 惨然到飞数十丈 直至退出连田之外 他的手臂和手臂 无法遮住的身体上 出现了数十片小铁片 鲜血从伤口里渗出 看上去就像荒原秋天的赤草 连续硬抗连田里的爆炸 尤其是连续应接了宁缺的树道员十三件 夏侯即便是武道巅峰强者 精神和气血也损耗得极为严重 宁于体表的天地元气 已经溃散四里 再也无法保护他的身躯 在魔宗真气作用下肩若筋实的肌肤 现在上面也出现了无数道伤口 虽然没有致命的伤势 但鲜血淋漓的模样 看上去极为狼狈 就在这时 又一只圆十三件 穿透燃烧的枯莲与风雪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夏侯的身前 竟是没有给他任何的喘息机会 夏侯双掌合时 强行于面前 夹住那只恐怖的铁剑 身体在冰面上在退石杖 身下冰雪四剑 他的脸色苍白 唇角淌出的血越来越多 宁缺站在燕鸣湖南岸的山崖下 沉默地注视着崖下 湖面上的一切动静 当夏侯再次被炸得倒流而退时 他借着这场爆炸响起的刹那光芒 抢先确定了位置 在刚刚听到桑桑爆出的位置后 手指轻抚弓弦 剑术才是舒碧湖砍柴人最强大的手段 只不过以往普通的弓剑 对武道修行者没有太大意义 而一旦 世间出现了原石三剑这种武器 那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宁缺便成为所有修行者的噩梦 宁缺射剑的动作并不快 但却有一种很奇妙的节奏感 凭借着那种节奏感 从桑桑爆出方位 到铁剑离开弓弦 这个过程是那般的行云流水 近似没有任何等待的过程 其间隐含着某种智力 面对这种强大的剑术 更关键的是他的身旁还有桑桑 夏侯再如何强大 也无法避开那些翘无声息 却威力强大的铁剑 他只能硬炕 只能苦撑 只能不断地流血 就看宁缺的十三支铁剑射完时 他的血会不会流光 他能不能冲到宁缺的身前 元十三剑速度太过惊人 远胜声音传播的速度 所以只有当他射中目标之后 剑笑的声音 才会向着斜向两方传播 燕鸣湖西岸的木桥盘 芦苇骤然摇晃 叶红鱼身上的青色道袍 震震飘起 然后他才听到了那声剑笑 元十三剑 叶红鱼神情威力 他在荒原雪崖上 以及大明湖畔 见识过元十三剑 他知道这集中了 书院二层楼智慧的福建 拥有怎样的威力 然而今夜风雪大乱 芦苇乱摇 剑笑鱼韵里 他的轻衣道袍呼呼作响 他才发现 不过一年时间 凝缺的元十三剑 变得更加恐怖 紧接着 叶鸣湖连天里的爆炸声 传到了雪桥上 他猝眉说道 这又是什么 一声又一声的爆炸 一闪又一闪的火光 凄厉的铁片旋转尖笑 夜雪里恐怖的剑意 让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苍白 他看着东方的湖面 忽然说了一句 很令人费解的话 我死了 陈皮皮和唐小唐 一直站在木桥那头 他们关注着湖面上的战斗 担心着宁缺和桑桑 沉默无语 叶红鱼不知道爆炸是什么 陈皮皮却是见过 小铁壶试验的人 但他没有解释 就在叶红鱼说出 那三个字的时候 他看着远方的剑笑 与雷鸣般的火光 神情复杂说道 我也死了 他们现在还完好的 站在木桥之上 自然没有死 但就在听到 燕鸣湖上传来的爆炸声 和剑笑声时 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 我死了 叶红鱼是西灵神电道吃 陈皮皮更是世间 最年轻的知命精大修行者 他们二人是 浩天道门最天才 最强大的年轻人 之所以他们会说我死了 是因为他们沉默 观看着战斗 确认 如果是自己处于夏侯的位置 面对着宁缺苦心 故意十五年 从夏天到寒冬的战斗准备 最多只能支撑到 此时此刻 便会死去 风雪城墙上 耶稣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动玄境的修行者 能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看来我还是低过了宁缺 只是那些连天里的爆炸 是怎么回事 大师兄没有说话 作为书院大师兄 他自然知道 那些爆炸是怎么回事 但如陈皮皮一样 他也不会把小师弟 压箱底的本事告诉别人 耶稣望着燕鸣湖方向 沉默了很长时间 缓缓摇头说道 宁缺的手段 如果用来对付别的修行者 真是必杀之戾气 但想用浮与剑 还有这些奇怪的爆炸 便杀死夏侯 依然还是不够 燕鸣湖上的雪剑鞋 皇宫里的风雪还在继续 夜雪下的大殿灯火通明 鸦雀无声 自然更没有什么寒蝉鸣叫 谁都知道 长安城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殿内外 所有人的神情都有些异样 侍卫手握寒冷的刀柄 警惕地驻守在殿外 太监宫女们低着头 缓步行走 确保脚掌落地时 不会发生任何生意 大唐皇帝今夜没有穿长服 而是穿着明黄色的龙袍 鞋靠在软塌之上 手里握着卷梳在看 却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进去 皇后娘娘坐在踏旁的椅中 往日里温婉华贵的面容 今日却是没有一丝表情 隐隐可以在她的眼眸深处 看到担忧和恼怒 大唐国师李青山 和玉帝黄阳大师 在玉榻前平静相对而坐 今日长安城里强者云集 所以 这两位朝廷最强大 最可信任的高人 必然要在宫中 皇帝陛下缓缓放下手中的书卷 望向殿外夜色里飘落的雪花 望向南方燕明湖的方向 青梅微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虽然夏侯是皇后不为人知的兄长 但从感情倾向上来说 陛下更希望宁缺能够获胜 因为陛下一直以夫子学生自居 那么在她看来 宁缺便是自己的小师弟 好磅礴的气息 李青山感受着 燕明湖那边传来的天地元气波动 说道 宁缺的福建果然可怕 皇后娘娘忽然抬起头来 看着皇帝陛下颤声说道 集书院后山的智慧 集大堂之力 才打造出来这么一把福建 难道这算公平 皇帝陛下沉默不语 他不想让自己的妻子更加难过 一直沉默不语的黄阳大师 忽然开口平静说道 算公平 只不过宁缺准备的时间更长一些 他准备了15年 说完这句话 他和李青山离开座位 向殿外夜学里走去 把这座安静 充满了复杂气氛的宫殿 留给陛下和皇后 大殿侧后方 有一方亭县 亭间悬着一口鼓中 亭檐上激着厚厚的血 鼓中上激着浅浅的血 李青山和黄阳走入亭县 站在鼓中之旁 李青山看着南方 深深皱眉说道 还是不够 黄阳僧人说道 没想到你也希望宁缺获胜 李青山说道 人的感情倾向 是不受控制的 虽说夏侯是我道门长老 但宁缺却是师兄 唯一的传人 然后他淡淡伤感说道 他准备了15年时间 结果却还是不行 黄阳僧人伸出手掌 轻轻擦去鼓中上的积血 说道 宁缺入福道时 曾来万宴塔问道于我 我也希望他能获胜 但心有所念 是并不能如愿 如果准备的时间 谁长谁就能胜 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 暴雪骤蝎 爆炸产生的气浪渐渐平浮 夜风也变得温柔了很多 深夜的夜明湖一片安静 湖上夜云见分路出一道缝隙 几颗星星从那道缝隙中探头出来 好奇地望向地面 想看看先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绝大部分的夜穷 还有厚厚的黑云所掩盖 那几颗星辰一线急影 却洒下了些光线 略可事物 只见雪湖冰面上一片狼藉 凋连早已碎成粉絮 连天里出现了数十个悠悠的黑洞 看着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魁梧的男子 单膝跪在冰面上 跪在那些黑洞前方 他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 不知窃着几时 还是几百块铁片 鲜血不停地从他身上躺下 最终流到湖面的积雪上 染得他膝盖周遭的雪地 烟红一片 夜雪东湖上的烟红 其实更像是黑色 魁梧男子所跪之地 距离夜明湖南岸 只有百余丈距离 宁缺站在湖畔的山崖上 盯着湖面 为了战斗和射箭 他身上黑色的怨服 绣管和裤管 被桑桑用布绳寄紧 此时他的身体 尤其是右臂在剧烈颤抖 于是 黑色的怨服 在湖峰中呼呼作响 使用元十三剑 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念力 当初宁缺只能射树剑 如今修行浩然气有成 能够把剑侠里的 十三只铁剑全部射完 对他依然是极大的负担 再加上湖畔宅院里的 数百张符 湖底淤泥里的小铁壶 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手段 此时他石海里的念力 已经近乎枯竭 他的眼睛异常明亮 脸色异常苍白憔悴 他的右臂无力到了极点 他的右肩仿佛被撕裂开 一般疼痛 他虚弱地随时可能倒下 但他没有倒下 他等着湖面上的 夏侯先倒下 夏侯单膝 跪倒在雪壶上 他最终没能挡住 宁缺最后那只元十三剑 寒冷有黑的铁剑 直接从他的小腿骨里穿了过去 腿肯定断了 夏侯不是普通修行者 他的腿没有断 那只铁剑甚至没能穿过他的腿 不过这样反而给他带来 更重的伤与更大的痛苦 夏侯伸出右手 握住小腿上的铁剑 想要把这支剑拔出来 然而他的手颤抖得有些厉害 竟是没能成功 他面无表情 加上一只左手 两只铁手猛的用力 坚硬的铁剑竟被他从中折断 这个动作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痛苦 夏侯铁眉猛挑 如涂着胭脂的血唇张开 蹦出一声极凄厉的笑声 凄厉而可怕的笑声 回荡在安静的雪壶之上 震得冰雪乱飞 甚至就连暗盼的寒流都飞舞了起来 夏侯膝头见直 站了起来 此时他浑身鲜血 看上去狼狈凄惨不堪 然而一招站立在雪壶之上 却是霸气十足 如一座不可摧的山 更像夜明湖北岸院门外的那面血旗 那面血旗在寒风中呼啸而舞 却似乎永远不会倒下 夏侯望向南崖那方山崖 他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丝毫表情 他颤抖的声音里明显有着痛苦 但他说的话 依然透着骨不可一世的强悍意味 宁缺 仅此而已吗 第286章 枪 这就是你所有的手段 你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 我最强大的手段都还没有拿出来 你不要说你不行了 凄厉的笑声在雪壶上回荡 夏侯在夜色中向着夜明湖南岸行走 因为腿部的伤势 他行走的速度很缓慢 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但他的脚步依然是那样的稳定 他的气度依然是那般的强大不可一世 站在牙畔的宁缺 看着夜湖冰面上缓慢行来的夏侯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心情却是有些异样 感受到了风雪所带来的寒冷 剑侠里的原石三剑已经射光 两年辛苦积攒下来的数百张符纸 在湖北岸的宅院里 化为了黄色的瀑布和流光一彩的风暴 东湖底淤泥里的小铁壶 尽数引爆 他最强大的手段 看似已经完全使出 然而却依然没能杀死夏侯 甚至无法阻止此人缓缓向南岸走来的脚步 这就是五道巅峰强者的实力 城墙上飘落的雪花 要变得稀疏了很多 大师兄看着夜明湖的方向 干净的眉眼间 隐藏不住忧虑的神情 身上那件就棉袄 微微颤抖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飘起 夜宿神情威灵 他没有想到 这场领东之湖上的战斗 竟然会呈现出这样的局势 从开始到现在 夏侯居然会全面受制 而且会受这么重的伤 我不得不承认 宁缺给了我很多意外 父子的关门弟子 果然不是普通人物 不过很可惜的是 今夜他终究会死去 他看着大师兄说道 除非你出手 大师兄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今夜世间强者云集长安城 书院只有他和君墨出面 为的便是给宁缺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君墨负责看住大唐军方 而他则负责看住这位浩天道门的爵士天才 相对应的 他和君墨也被对方所看住 如果他出手 那么耶稣必然会出手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大师兄脸上的神情 渐渐温和平静下来 老师时常让我向小师弟学习 我一直在思考 应该学习一些什么 如今想来 便是学习他遇着困难时的态度 他看着燕鸣湖方向 说道 小师弟最值得敬佩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 他就是他自己的天空 没有任何极限 当世间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行的时候 他往往还能向前再走一步 在石阶上再登一步 他进书院时如此 登就书院时如此 登山倒入 二层楼时如此 那么今夜又怎会有意外 雨林军军营外 点燃了很多火把 把周遭照得极为明亮 营外的那道雪桥 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玉带 而雪桥上那个带着高官的男子 则像是玉带上的仙人 随着风雪的飘逝 时间在不断地流逝 从白日到此时的深夜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雪桥的对峙一直在继续 书院二师兄军末 一直坐在雪桥上 镇国大将军许氏和强大的雨林军 一直停留在雪桥下方 许氏将军 以着雪桥下方的栏杆 看着盘西坐在桥上雪中的二师兄 痛苦地咳了两声 说道 宁缺对夏侯的挑战 在我看来 便是对我大唐军方尊严的挑衅 所以 我想要阻止这场战斗的发生 二师兄缓缓抬头 望向这位大唐军方的领袖 附在发上煤上的宝雪速速落下 说道 战斗既然开始 言语便无必要 是的 已无必要 许氏雪梅渐飘 看着他怒意难易说道 所以 你一定要宁缺去死 二师兄说道 战斗既然开始 自然便有生死 而等身为大唐军人 难道还不明白 这个简单的道理 稍一停顿后 他神清冷漠说道 再说 那夏侯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谁敢说我家小师弟 一定便会输 在书院二先生的眼里 大唐王将夏侯 或许确实不算什么 太过恐怖的对手 但如今与夏侯对战的是宁缺 许氏如此想着 然后神情默然说道 世间没有奇迹 二师兄看着他 认真说道 书院就是创造奇迹的地方 如果准备了15年 还不能杀死此人 那么剩下的便只能凭天命 然而老师说过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什么天命 宁缺站在山崖上 如此想着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低头看着雪湖上走来的那人 眉头缓缓挑起 问道 我们真的 能成功吗 剑侠空后 桑桑便睁开了眼睛 他撑着大黑伞 看着宁缺的眼睛 非常用力地点了点头 说道 因为我们必须成功 宁缺笑了起来 心想确实如此 不论世间有没有天命 无论自己能不能成功 自己必须成功 那么除了成功 便不应该去想别的任何事情 他看着雪湖上 那个霸道十足的身影 说道 你只剩下一双无力的拳头 半幅残驱 我还有一把新鲜的刀 我凭什么砍不死你 雪湖上 夏侯的身躯 微微一致 便在这一刹那的凝质时光里 宁缺伸出右手 在寒冷的风中握住了刀柄 手指感觉到熟悉的哈荣草的触觉 骤然一紧 强亮一声 他从窍中抽出了泼刀 从很多年前开始 为了针对夏侯麾下的三人刺客小组 宁缺便习惯于带三把刀 后来他不再需要针对那些刺客 只需要针对夏侯本人 于是他请书院六师兄 把这三把刀 合成了如今的一把刀 这把刀很细长 却极为沉重 线条流畅 却谈不上美丽 刀锋并不雪亮 一味朴实 是一把地地道道 用来杀人的刀 宁缺单手握刀 顺着牙臂冲了下去 牙臂很陡峭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快要变成一道黑色的影子 黑色的影子后方那道残硬 便是刀的影子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宁缺一直坚持 没有在这把刀上可浮现 而是让他保持着原初的模样 光滑简单到了极点 大概是因为 他想施展出最简单的刀法 因为他坚信 最简单的便是最强大的 便如他此时冲下崖壁 向着雪壶上那个强大男人 砍过去的这一刀 明明他距离夏侯 还有百余杖的距离 但他的刀势已经提前出现 便是直冲 然后横掠 接着斜举 最后下斩 宁缺便是准备这么做 他知道夏侯能看懂自己 准备这么做 他很想知道夏侯会怎么接 如果夏侯真的接了这一刀 那么他相信 便是自己的机会来了 夏侯没有选择 应接宁缺这叙事已久的一刀 他也没有像往常那般 强悍的以铁拳反击 更没有像在军营里 对付燕国刺客那般 一生如雷般的爆喝 便将两名洞玄境的强者 震成了白痴 因为他在唐的手里受过伤 他的盔甲被魔宗的血刀斩破 他的身体里 现在还隐藏着唐的很多道权益 他并不处于自己的巅峰状态 而且先前 他在宁缺的浮风暴 以及剑语花的攻势中 也受了不轻的伤 夏侯也没有选择暂避刀锋 身为武道巅峰强者 最擅长的便是近战 又哪里会畏惧 这道简单强大的刀势 先前他说自己 还有最强大的手段没有动用 此时他终于动了 他站在雪湖上 闭上眼睛 还在唐血的双手 伸向寒冷的夜风里 石海中的念力 仅由汽海雪山喷波而出 顿时融入夜明湖四周的天地元气里 摘得丝丝缕缕柔和成绳 瞬息间远渡树里 落在北岸某处 夜明湖北岸庭院门外 立着一面血色的军旗 那是夏侯的王将之旗 在夜风里缓缓飘舞的军旗 仿佛听到了军令 骤然紧绷起来 在院门前狂舞不安 四一头想要挣脱铁链 去镇前厮杀的怪兽 先前夏侯入院之前 把军旗深深地插进石地面里 旗杆旁被震出了树道石缝 此时军旗舞动不安 旗杆不停颤抖摇晃 地面上那些石缝 骤然变身变宽 向着四周蔓延开来 看上去就像是一道猪网 咔咔碎响声里 旗杆下的石地面蹦裂 石粒四处见飞 血色的军旗从地面挣扎而出 呼啸而起 向着燕明湖方向飞去 庭院前一阵飓风 被风势撕扯成碎片的血旗 翩翩落下 燕明湖上方低沉的夜云里 响起一阵恐怖的嗡鸣 隐隐可见一道黑夜 仿佛有圣人在云中遇见而行 宁缺根本不知道 自家庭院前 发生了一幕诡异的画面 更不知道 那面血色的军旗已然碎裂 只剩下旗杆在云中轰鸣而至 他此时正在崖壁上冲刺 眼中只有百丈之外吓吼的身影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心头忽然伸出一丝紧躁 石海伸出一道碎片 骤然明亮起来 电光火时间 他右脚重重踩向崖壁上 凸起的一道岩石 借力强行在空中扭转身体 面朝着夜云的方向 体内耗燃气灌入双臂 把沉重而坚固的坡刀 在身前捂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刀花 刀花所掠之处 牙石乱飞 湖上夜云骤然大乱 一道棍状的黑影破云而出 须鱼间落至崖畔 极为霸蛮不讲理的 狠狠戳进他身前的刀花里 轰得一声巨响 凝却感觉到 一股无可抑郁的巨大力量 顺着坡刀传到自己的身上 他的身体还在空中 陡遭重击 顿时重重一挫 然后加速跺下 狠狠地撞进崖下的雪壶里 激起冲天高的雪浪 凝却从积雪里站了起来 抹掉唇边的鲜血 极强烈的锦衣 夏侯看着他 眼睛渐渐眯了起来 似乎发现了一些很古怪的事情 宁却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夏侯说道 枪 血色的军旗 只剩下了旗杆 旗杆便是枪 第287章 鸣枪 铁枪是血旗的旗杆 所以特别长 落在冰面上 比夏侯魁梧的身体 还要高出一大截 枪身色则有黑 光则暗淡 笔直的没有任何弯曲 表面上没有任何雕饰 光滑无比 便在于一头锋利无比 泛着血亮的光芒 虽说在最关键的时刻 宁却提前做出了反应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但他的双臂 还是被震得剧痛无比 似乎骨头都断了 至于胸腹间 更是反恶难受到了极点 似乎有血水 正在那处慢慢汇集 骑魄赶飞 一根铁枪自树里外而来 破云而出 便能把他砸得狼狈不堪 险些骨断命丧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根枪里 究竟运着多大的威力 宁却这才知道 原来夏侯最强大的手段 并不是他体内霸道的魔宗真气 而是这把随时可以破云而出的铁枪 没有人知道 夏侯擅长使枪 他也没有听说过 这把黑色的铁枪 竟是被夏侯当作飞剑在使 一名出身魔宗的武道巅峰强者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 精妙雄厚的道门手段 铁枪立于血壶 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强大的味道 堂堂正正地向对手和胡周的自然 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和杀戮之意 宁却抬起右臂 抹掉唇角躺出的血水 问道 这把枪叫什么名字 铭枪 夏侯说道 你有案件 我有铭枪 宁却咳了一口血 喘息着说道 枪好 名字也好 夏侯看着他右手握着的那把细长坡刀 微微眯眼说道 你也有把好刀 那确实是一把好刀 不然根本无法抵挡住 那根沙破叶云 从天而降的铁枪 应该会在刹那间碎成无数碎片 夏侯面无表情说道 但世间除了柳白的剑 谁有资格对上我的枪 自从判出魔宗效忠到门后 为了应对极有可能还活着的老师连生 尤其是为了应对 不可能就翘无声息死去的23年禅 夏侯一直在默默做着准备 他的准备便是此时手中的这柄铁枪 这道枪是他自己亲手打住而成 这道枪的枪意则是成字之守官官主 在这些年的修行当中 夏侯硬生生逆功法而行 强行修行到门功法 居然成功地把铁枪修成了自己的本命 从那一天开始 这道铁枪终于有了崭新的枪意 夏侯以为那是光明 或者说他希望以后会是一片光明 所以他把这道铁枪名为明枪 明枪在手 夏侯敢于直视明宗在黑夜里的窥视 更何况是拧缺手中这把平凡的刀 当那面血旗丝丝破碎 其感化为铁枪飞入夜云之中 城墙之上的大师兄便察觉到了 他下意识里向前走了一步 双手扶着城墙头浑然不觉墙头积雪的寒冷 面带忧色望向夜明湖的方向 能够让书院大师兄如此凝重担忧 可以想象夏侯这一枪的威势 给今夜观战的人们心里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大师兄喃喃说道 想不到夏侯将军到最后竟然还藏着这样的手段 这道枪的速度 力量 气势 堪称完美 耶稣说道 记得老师说过 他领着夏侯入道门之时 曾经试图让他脱离魔宗功法 转修道法 没有想到夏侯居然真的改修道法 而且还能把这道枪修道如此境界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大师兄微微动容说道 原来是关主所受 难怪如此霸道 不是霸道 是光明正大 耶稣说道 如果夏侯能够把名枪修炼至绝对光明 巅峰期的他大概能与柳白叫一高下 大师兄摇头说道 不谈夏侯将军的伤势 只说这道名枪如今的境界 距离柳白先生的建议 还有一段距离 耶稣说道 距离是与柳白的距离 却不是宁缺能够应对的 大师兄沉默不语 接下那几霸道至极的鸣枪 宁缺受了极恐怖的冲击 内附伤势见险 他需要时间回复 所以他愿意多说几句话 夏侯虽然也已经伤重 但相比较而言 他更应该选择展开雷霆攻势 抢在自己血流肝之前 把宁缺砸成肉泥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给了宁缺说几句话的时间 因为他此时的心里有些疑惑 于是警惕 为了今夜雪湖上的战斗 宁缺准备了15年 夏侯具体准备的时间不长 但在血腥的战场上 有数十年的经验 他是大唐帝国的四大王将之一 世人往往被他暴力冷血的一面 所吸引注意力 忘记了他在军事上的才华 事实上 他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 并不弱于自己的强大实力 更可怕的是 他很擅长把兵法 运用在修行者的战斗中 从踏入雁明湖畔宅院前 插其入的开始 夏侯一直在按兵法行事 他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了中军杖 不停地势敌以弱 甚至不惜耗损大量的兵力 一直硬抗着宁缺最强大的手段 直到最后 他把敌人拖到疲惫不堪 看清楚了敌人的所有手段 才动用自己的最强手段 意图一击而避敌 为了最后一击 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消耗了如此多的精神 流了如此多的血 那么最后一击 必然如雷霆大动 不能给敌人任何机会 宅院前的那面血旗 便等若是他在战场周遭 埋伏的数千悬甲重骑 为的便是最后敌人 久攻不下之时 陡然出击 如风卷落叶般确定胜势 大唐精锐的重甲悬骑 是军营里最强大最恐怖的铁流 铁骑蓄势两久而出 必然横扫四眼 无可抗敌 那面血旗里的铁枪 是下侯最强大最恐怖的手段 直到最后才把它放出 自然是胜负手 这一枪 凝聚着五道巅峰强者的 强大信念和气势 按道理来讲 即便是比宁缺更强大的修行者 也不可能抵挡得了 然而铁枪出叶云雷霆一击 宁缺却没有死 虽然说他现在不停咳着血 明显受了很重的伤 但他没有死的事实 依然让夏侯感到极为强烈的疑惑 在和宁缺短暂对话的时间里 夏侯思考着这个问题 试图找到心头疑惑 与莫名警惕的来源与解决方法 片刻后 他想明白了一半的答案 于是他看着宁缺的眼睛 变得愈发明亮 愈发寒冷 就如同身前雪壶上 散落的那些寒冰 想明白一半就够了 至少他认为 已经足够解决自己心头的疑惑和警惕 他挥动右臂 手臂残存着的如私缕般的衣物 瞬间粉化 伤口淌出的血水 像箭一般洒向黑夜 手掌里握着的铁枪 破空而去 瞬间消失无踪 夏侯的第二道枪 不是指向山崖下的宁缺 而是直刺山崖上方的桑桑 他有足够多的情报来源 知道山崖上肯定是宁缺的小侍女 知道小侍女与宁缺的情分非同一般 更知道那个小侍女 是位光明的传人 桑桑的身份来历 一直令夏侯感到有些诡异和警惕 于是他决定先把她杀死 这个决定依然按抚兵法 兵法并不因鬼复杂 反而因为简单 而透着光明正大的意味 就如同铁枪本身的气质 夏侯就是要清楚地告诉宁缺 他要杀死桑桑 他要宁缺回身去救 然后去死 桑桑是宁缺的命 如果有人敢用桑桑来威胁他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抢先把对方杀死 就如同在荒原上 把龙庆射穿那般 而且对于一般人来说 真欲生命 看上去如此瘦弱的小姑娘 被死亡所威胁 都会第一时间回身去救 把自己的生命置诸度外 但宁缺并没有这样做 当感知到那道磅礴霸道的铁枪 直刺牙上时 他没有回头 而是紧握着刀柄 右脚重踏冰面 身体在雪狐之上 瞬间直掠石鱼杖 手腕一番 举起锋利的坡刀 向着夏侯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非常惊人 雪狐上的寒风 吹拂着身上的黑色怨服 一眉呼呼作响 仿佛将要散开的夜穷 夏侯眉头微条 有些不解 伸出铁一般的右手 在夜风中吁吁一握 铁枪破空而至 瞬息之间 便来到了夜明湖南岸的山崖之上 朝着桑桑刺了过去 因为与空气摩擦得太过剧烈 有黑的枪身 泛着明亮的光泽 与桑桑瘦弱矮小的身躯相比 显得格外粗长恐怖 枪风裹着牙间的残血扑面而至 吹得他脸颊生痛 剪短后的微黄发丝 像陡溪中的水草般 呼呼向后倒去 他知道 宁缺不会回头来救自己 因为宁缺来不及救自己 因为宁缺 相信他能救自己 因为此时此刻 他必须自己救自己 桑桑虽然是光明神座的传人 跟随老人学习过神术 这些日子 与道斥夜红鱼相互印证 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 修行者的战斗 不知道应该如何战斗 便不知道 应该如何能够救自己 他依靠着本能 像多年前在明山里 那些生死关头一般 像受伤的小兽般蹲了下来 紧紧地抱着伞柄 拼命地缩着身子 让大黑伞 把自己身体的每一处都遮住 山崖上响起一道 极怪异的声音 就如同骨锤重重地 落在一张破骨上 又像是下侯先前 麦越河山的脚步 一脚踏破了冰面 落进了水里 铁枪狠狠地扎进大黑伞 锋利的枪间 刺破了今年的油垢与黑泥 大黑伞与铁枪接触的地方 急剧下线 黑布撕拉作响 似乎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黑洞 然而在黑洞的最下方 枪间始终 没能穿过伞面 大黑伞的伞柄 抵着牙石 扑斥一声 如刀切豆腐 便刺了进去 实力乱飞 闭着眼睛 瑟瑟躲在伞下的 桑桑身体重重一震 脸色骤然变得极为苍白 蛙的一声 鲜血从唇里喷出 染红了金陈焕的新衣上 第288章 案件 判处魔宗的夏侯 本命物便是那柄恐怖的铭枪 他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铁枪之前的所有细节 所以他知道 桑桑没有死 以极大毅力 隐忍谋求必杀的第一枪 没有能够杀死宁缺 暗和兵法正气之道 绝不应该失守的第二枪 也没能杀死牙上的小侍女 连续两次不可思议的失守 让夏侯的情绪 变得有些异样 宁缺 此时已经横掠数十丈 来到了雪湖之上 便在这时 夏侯微微醋眉 在寒风中虚握着的 右掌猛的一颈 牙上那柄铁枪 猛地向后一缩 仿佛被大黑散弹 回到了空中 有黑的铁枪 刺破湖上飘着的残血 刺破最细微的寒风 带着尖锐的鸣笑声 闪电般直刺宁缺的后背 尖锐的鸣笑是破风声 是锋利枪肩前的湍流声 声音越间隙 说明速度越快 单听声音 便知道这柄铁枪 纵使速度不及原始三箭 但也极为恐怖 按道理 以宁缺目前动弦上镜的修为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 夏侯鸣枪的运行轨迹 更没有办法 应对这种恐怖的速度 但宁缺从来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他的人生遭遇和修行过程 仔细去思考 也着实没有什么道理 可讲 就在铁枪距离他的后背 还有三丈的时候 在尖销声还没有传进他耳朵的时候 他再一次提前做了反应 浩然气灌注全身 于夜空里强行拧身 把全部的精神与力量 凝于刀身 向着身后狠狠斩落 一声极其明亮的翠响 伴着强劲的气流喷剑 从刀锋与枪间之间 向四周波散而去 震得东湖上的积雪不停颤抖 宁缺手腕一阵剧痛 险些握不住手中的坡刀 但他以极其坚毅的心神 稳定住自己的身形 借着刀锋传回的反正之力 在夜风里转着圈 呼啸着再次向夏侯扑去 速度竟是比先前更快的几分 那柄铁枪在夜空里画了一道弧线 比宁缺更早来到了夏侯的身前 回到了他虚握在寒风中的右手掌里 寒风骤疾 宁缺破风而至 双手紧握破刀 当头砍了下去 夏侯已然浑身浴血 脸色苍白 然而神情依旧微然不动 看着如鬼魅般扑向自己的身影 简单至极地 一枪递了过去 铁枪风尖触 光芒大作 一声清脆巨响之后 宁缺如受伤的大鸟般 惨然向后倒流而去 再次重重地摔倒在雪壶之上 有黑的铁枪 在夏侯的手中 以极高的频率颤抖着 很长时间都无法平静下来 发出令人心寒绝望的低沉嗡鸣声 铁枪与破刀的每一次碰撞 都是那般的朴实乌华 力道十足 看似简洁而无趣 实际上却隐藏着 开山猎狐的意味 宁缺站起身来 觉得自己的手腕 似乎已经断了 脸色苍白如雪 虽然夏侯在她的福建之下 受了极重的伤 但在力量 以及真气雄浑程度上 她依然远远不如对方 这种差距是没有办法弥补 或者是拉近的 夏侯简单一枪 便破了宁缺绸缪已久 舍身忘死的一刀 应该没有什么道理不满意 然而 她的眉头 却深深地猝了起来 因为这一枪 还是没能刺中宁缺的身体 就在先前那刻 宁缺如赤裂的阳光 将要撕开宁缺身上的 黑夜颜色时 宁缺手中的坡刀 不知道从何处诡异地翻了出来 不差毫厘地砍中了枪尖 然后她的身体借势倒略 却并不是被枪尖挑了出去 夏侯眯起眼睛 看着宁缺说道 春天你在书院后山崖洞里闭关 果然不是服务双修 而是你 已经入魔 宁缺向身前的雪地里 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没有接话 先前夏侯便想明白了一半的答案 那个答案 便是宁缺已然入魔 不然 如果是普通的修行者 根本无法承受 铁枪所携带的巨大力量 但那只是一半的答案 夏侯今夜 对宁缺出了三枪 每一道枪 都是精神饱满之作 她相信 就算是当年魔宗的那些高手 也不可能接下来 宁缺应该已经死了 但她还活着 每每在最关键的那个时间点 在枪间的死亡阴影 要覆盖她身躯的时候 她总能提前做出反应 并且是最正确的反应 夏侯警罩咒声 就算宁缺入魔 也解释不了她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这代表 她对周遭的天地元气波动 有最深刻的认知 换句话来说 今夜的宁缺 似乎拥有知命境的战斗意识 城墙上的雪渐渐些了 却显得比先前更加寒冷 大师兄和叶苏 望着夜明湖的方向 二人呼出的气息 如雾一般弥漫在四周 叶苏没有想到 宁缺居然接住了夏侯的鸣枪 虽然狼狈到了极点 但终究是没有死 这一点令她疑惑不解 甚至有些震惊 夏侯的鸣枪虽然有黑 行于夜云之中毫无痕迹 但走的是光明正式 以速度力量气势 进行全面压制 迫使对手 只有生死博之 以宁缺如今的意识层次 根本无法捕捉鸣枪的运行轨迹 更谈不上料敌鱼仙 便只有应接 而她的修行境界 不过再动玄境 根本没有招天地元气 为手段的本事 那么当夏侯使出第一枪时 她便应该已经死了 夏侯的鸣枪 自然刺不中大先生你 夜苏看了大师兄一眼 继续说道 如果是柳白 必然是导提剑柄 以滔滔黄浪拍面击之 卡杀之 如果面对铁枪的是我 大概会以剑意横鸣如铁锁 尝试附住这把枪 然而我想不明白 宁缺怎么能躲开她的枪 大师兄思考半晌后 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小师弟是怎样做到的 夜苏闭上眼睛 专注地听着远处雪壶上 隐隐传来的枪刀撞击之声 某人如鬼魅般踏雪而掠之声 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片刻后 他睁开双眼 簇眉说道 即便如此 也无法解释 大师兄问道 如此 耶稣面无表情说道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大师兄说道 书院不会承认 耶稣喊声说道 不承认不代表不存在 大师兄缓声说道 没有证据 那么只会徒惹烦恼 耶稣深深地吸了口气 忽然说了句无头无尾的话 夫子总有一天是会离开的 大师兄未假思索 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和当初宁缺回答夜红鱼的那句话 几乎一模一样 我不认为 老师会在我们之前离开 自在魔宗山门里 继承了小师叔的一波 浩然气一直在不停地改变着宁缺的身体 他现在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 他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 相对应的 他的身法与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速 但夏侯是魔宗前代强者 身体被真气养恋多年 无论力量还是速度 都远在宁缺之上 所以他能够挡住夏侯的鸣枪 并不是因为这些 宁缺并不知道 夏侯最后的手段 居然是道门的功法 更没有想到 夏侯会有自己的本命 但他的石海深处 有连生大师度过来的无数意识碎片 那些意识碎片便是精神烙印 夏侯一身魔宗功夫 尽数传承自连生 连生比谁都了解自己的这名弟子 虽然他不可能知道 夏侯修行鸣枪时的情况 但他知道 夏侯的性情喜好习惯 甚至是双脚站立的方位 他知道夏侯的所有事情 如果说连生大师 是一张如海洋般宽广的巨网 那么夏侯便是行走在这张巨网上的石像巨人 看似强大不可摧毁 实际上 他跨出的每一步都还在那张网里 每一道震动都会让那张网知道他的意图 宁缺拥有连生大师所有的精神烙印 便等于拥有这张网 他虽然不能主动控制这些精神烙印 但当夏侯在网上行走时 那些石海深处的意识碎片便会开始发光发亮 提前告诉他 夏侯准备做些什么 他应该如何做 去年寒冬在忽兰海畔 远不如此时强大的宁缺 面对着夏侯比今夜威势更胜的那个拳头 还能保持冷静 便是因为那些意识碎片在起作用 今夜 这些意识碎片依然在起作用 有寒风自湖东岸的东陵里袭来 卷起湖面上的积雪 粉粉洋洋地洒着 夏侯看着这些雪 忽然想到忽兰海畔 自己手中那些如雪的灰 那一匣子老师的骨灰 他的身体忽然变得寒冷起来 老师 他教过你什么 夏侯看着宁缺问道 双眼里燃烧着幽冷的火焰 宁缺的眼睛也很明亮 指着自己的头说道 连生大师没有教过我什么 但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 他留下的意识告诉我 他也很想杀死你这个孽徒 替民宗清理门户 所以 这里面全部是你老师对你的杀机 夏侯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神情默然说道 书院自称正道 你是书院弟子 却失从连生魔头 用的是魔宗功法 真是大逆不道 宁缺说道 你是魔宗弟子 失从连生 却判处魔宗投靠道门 甚至改修道门功法 舍弃自身的天地修本命物 你比我更大逆不道 夏侯忽然冷笑起来 说道 想不到今夜 竟然是两个叛徒之间的战斗 宁缺摇头说道 魔宗视你为仇 书院可没有不承认我的身份 夏侯说道 不管老师教了你什么 但你今夜终究还是会死 宁缺说道 我本以为 世上只有我动口强过于动手 夏侯眯着眼睛说道 那边动手 请再接我一枪 寒冷的声音渐行渐远 夏侯魁梧的身躯 仿佛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山 脚下坚实的湖冰 骤然间出现一道极深的裂痕 隐隐可以看见湖水 雪湖终于开始荡漾起来 湖面上两个人的距离急剧缩小 夏侯手握铁枪 端直一次 宁缺手腕一抖 一刀斩落 铁枪与坡刀再次相逢 感受着刀柄上传来的 沛然墨浴的恐怖力量 宁缺紧促着眉头 没有任何犹豫 念力急出 身体里那低晶莹的液体 高速旋转起来 在书院后山崖洞养蓄力 数月而成的浩然气 以一种近乎放肆的姿态喷浆出去 他手中的坡刀 骤然大放光明 无数的金色光线 从暗沉的刀身上喷溅而出 如暮色中长安城墙反耀的金光 又像是一轮突兀出现的太阳 瞬间把漆黑一片的燕鸣湖 照耀得有若白昼 金色而圣洁的光辉 离开坡刀后 穿越寒冷的空气 化为一棚金沙般的事物 狠狠地击打到夏侯的脸上 千年已详 道魔向来不两立 西陵神殿的神术 毫无疑问 便是魔宗功法的克星之一 是以夜红于悟神术之后 便被视为思泽追杀魔宗余孽的 才觉思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魔宗强者 最恐惧的便是圣洁的浩天神辉 是以书院小师叔 囚禁连生大师这等人物 也是用神辉拟除樊龙阵法 神术是浩天赐予道门的礼物 便是对魔宗的责罚 那些金色的光线 无视魔宗修行者强悍的身躯 和雄魂的真气 直接隔空 影响他们体内真气的流转 甚至能够直接 融化他们体内经脉的精病 今夜灵东之湖一战 夏侯把他最强大的手段 留到了最后 一柄铁枪横扫四方 而宁缺也把自己的盗门神术 留到了此时 赤裂的浩天神辉里 夏侯的脸颊仿仿佛苍白的 快要变得透明 他的眼瞳 似乎真的要燃烧起来 眼睫毛在神灰里根根脱落 然后化为焦炭 又成灰烬 最后变为虚无 眼瞳里闪过一抹惊恐 紧接着却是细血的笑意 看着神灰外的拧缺 夏侯放肆大笑 近乎咆哮般吼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神术 但你的神术是假的 你这还是浩然气 烛光怎么能变成阳光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成不了真的 你不是柯浩然 能奈我何 雄魂至极的真气 从他魁梧如山的身躯上 狂喷而出 伴着痴痴的响声 周遭的积雪被震离湖面 竟是浮到了夜空之中 夏侯站在漂浮的雪中 单手直枪下压 如天神于云外轻身相看 无可阻挡 宁缺膝盖微弯 脸色苍白 脚下的冰面 发出咯咯的声音 似要破裂 夏侯又掌一番 似一座小山斑 拍向宁缺的头顶 神情默然说道 死吧 今夜的夏侯身受重伤 实力不及巅峰时 十之二三 但毕竟是五道巅峰强者 只有这些残存实力的他 竟然强大无比 以宁缺如今的实力 能够硬扛夏侯的鸣枪 已然是极其令人震惊的画面 他的全腹心神 与所有的耗燃气 都灌注在坡刀之上 根本没有余力 来应对如小山斑 拍向自己头顶的那一掌 即便有此时 也来不及了 然而就在这时 夏侯发出一声 极其淒厉的力笑 收掌击退 他的小腹部 喷出一道血花 他一路裂冰荡雪 蓄域间连退两百丈 喷出的血 在血壶上 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线 就在先前那一刻 宁缺极其不讲道理地 收了刀 当时夏侯的手掌 距离他的头顶 只有半尺 当时夏侯手中的铁枪 不再有破刀的格挡 正欲向下 他一刀深深地 捅进了夏侯的小腹 当他抽出刀时 夏侯的手掌 距离他的头顶 还有半尺 夏侯手中的铁枪 根本没有丝毫移动 仿佛悬停在了空中 宁缺收刀 重新格挡在铁枪之前 夏侯才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收掌 他急退 一退便是半片血壶 用闪电都无法形容 宁缺这一刀的迅疾 那是一种超越速度感的气势 就如同滔滔灼浪 自天而降 速度其实并不见得快 但那股气势 却让所有看到的人 都感觉无法阻止 这一切的发生 远处血壶上 夏侯捂着 鼓鼓流血的腹部 金木交加 问道 这是什么刀 宁缺看着他 说道 你知道我会神术 那你知不知道我会剑 他先前那刀 用的不是刀法 而是剑意 世间第一强者 剑胜柳白的剑意 寒冷的城墙上 耶稣望着燕鸣湖的方向 感受着 那道并不熟悉 但他绝对不会认错的 灵力剑意 下意识里 把身前墙头上的积血拍散 不可思议说道 自天而降一道灼合 怎么会是柳白的剑意 他豁然转身 看着大师兄震惊说道 宁缺会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他居然还学会了柳白的剑 谁教他的 难道是书院 大师兄诚实回答道 小师弟虽然学过浩然剑 但大和剑 却不是书院教的 耶稣皱着眉头 问道 那是谁教的 大师兄由于片刻后说道 你妹 第289章 将军一战白头 领东之湖这场战斗 始于福的风暴 紧接着 剑校报名血湖尽碎 然后便是鸣枪与案件的对决 鸣枪一躲 只有宁缺能躲 案件难防 夏侯终究是没能防住 夏侯捂着腹部 鲜血从指尖鼓鼓流出 他感受着腹部的痛处 和那道依然在不停轻乏的恐怖剑意 脸色极为难看 既然不是刀是剑 那么他很容易猜到 这倒如大和字天上垂下 于不可能肩重伤自己的剑意 自然来自剑圣柳白 看着远处雪湖上的宁缺 夏侯的神情很怪异 宁缺的境界确实不高 但他拥有柯浩然一脉的浩然气 学会了颜色的符 手握书院的剑 继承了连生的意识 甚至现在还拥有了柳白的剑意 一个修行者 居然能够身兼如此多手段 而且这些手段无论正邪 都处于世间最巅峰的那个层次 实在是世所罕见的现象 书院 老师 柯浩然 颜色 现在又多了一个柳白 你究竟身上还藏着多少秘密 还藏着多少人的杀意 夏侯疯癫一般 厉声狂笑起来 难道所有的人都想我死 宁缺看着远处的他说道 所有人都想你死 那就说明你该死 白痴才会这样认为 夏侯笑声皱脸 脸上毫无情绪波动 漠然说道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判断我该不该死 你不能 那些家伙也不能 哪怕所有人都说我该死 只要浩天还肯让我活着 那么我便将永远不死 宁缺皱眉 他并不知道两年前的春天 曹小树在春风亭血战前 曾经在红袖昭里 对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他只知道此时的夏侯 变得有些不一样 夏侯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道极为寒冷的气息 视离他的身体 然后迅速重新脸入肌肤之下 湖上的积血 仿佛感应到了这股气息的恐怖 胃切地向四周散开 树到血线层层叠叠出现湖面上 就如同是冻鸣的浪花 黑色的长发离开了螳血的尖头 在夜风中漂浮 夹在旗间的竖金白发 随风一摇 顿时把周边的黑发 尽数染上双色 紧接着夏侯的脸颊微微下陷 急速瘦了下去 而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 却没有丝毫减弱 反而显得愈发强大 四四声音里 他身上残破的衣衫 震成碎片 如雪花般喷向四周 露出他强悍的赤裸身躯 站在血壶上 便像是一个铁人 便在这时 很奇异的画面发生了 赤裸的古铜色的身躯上 有超过数百处的伤口 这些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合拢 仿佛有骨无形的力量 强行镇压住所有的伤 一道极为鲜活的生命气息 瞬间填满夏侯剑河的真气池塘 将已然千疮百孔的经脉经壁 修复得完好如初 经脉甚至比先前还要更粗 随着他的呼吸 轻轻扩张收缩 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自古名将如美人 不许人间见白头 今夜夏侯在一呼一息之间白头 那些雪还有湖水上的冰块 都开始恐惧不安起来 黑色的头发 代表着健康与生命力 瞬间变白 原先附着其间的生命力 不知去了何处 夏侯的脸颊陡然受削 那些血肉又去了何处 宁缺警惕看着远处 因为夜色太黑 他只能隐约看见夏侯白头 却看不到更多的细节 也不知道夏侯的身上 发生了些什么 石海深处的几块意识碎片 微微发亮 他不知为何 便知道了 这是一种魔宗的燃烧生命的战法 夏侯瞬间失去的那些血肉与健康 都被此人用那种战法 心生磅礴的真气 明宗之所以被称为魔宗 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极为残酷恶劣 除了残忍的选材环节之外 更多的便在于 魔宗山门里 有无数邪恶阴晦的功法 比如连胜的饕贴大法 需要把修行者生吞活泼 那是何等残忍 夏侯此时身受重伤 尤其是腹部的剑伤尤其重 在这种生死利剑的时刻 他会使用魔宗的邪恶功法 并不会令命缺意外 这种燃烧生命的战法 那么即便他能够获胜 只怕也活不了数年时间 宁缺很清楚这一点 更清楚 魔宗强者的搏命一击 将会多么恐怖 但他不准备退让 因为他要夏侯今夜死 便不想让他再看到 燕明湖的晨光 雪湖上骤然响起 蹦的一声暴鸣 空气轰然散开 那树道雪线 被气浪吹得碎如粉末 原本站在此地的夏侯 瞬间穿越湖上 那些粉末般的雪 掠到了宁缺前方的夜空里 一声爆喝如雷 双手握枪 如同握着一根铁棍 蛮不讲理地 向着地面砸了过去 寒风呼啸 湖面上的雪速速滚动 破开的洞里的湖水 惊骇翻滚 宁缺重重地一塌颤抖的冰面 身体骤然一震 双手执刀 跃至头顶的夜色里 向着那个天神般的男人 砍了过去 夏侯面无表情 脚踩雪花 铁枪一横便砸了下来 这道铁枪上 运着他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换来的无穷力量 宁缺哪里能够抵抗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跃至夜色里的他 瞬间以更快的速度 向雪湖上跌落 铁枪不再在夜云和山崖间飞舞 而是仅仅握在铁手中 在或许是人生最后一场战斗里 夏侯这位背叛魔宗数十年的强者 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世界 力量源源不绝 展现出了正宗魔宗强者的风范 此时的夏侯 就如同一座从天而降的山峰 而宁缺就想山峰下一颗实力 只能被碾压成粉末 夏侯爆喝一声 脚踢夜云 举枪再打 宁缺艰难举刀再挡 气浪四处建设 宁缺下坠的速度变得更快 如果就这样落在冰面上 就算他能躲开夏侯接下来的铁枪 只怕也会被活活震死 然而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他跃至空中之前 便提前做好了计算 他跺地之处 恰好在连田里 连田里有数十个先前 被小铁壶炸开的洞口 游黑的洞里 湖水在悸动不安地摇晃 上面飘着薄薄的心灵的冰膜 扑通一声 宁缺被砸进了寒冷的湖水之中 溅起一盆浪花 一道暴风袭过 夏侯毫不犹豫 手握铁枪落进了湖水里 四处乱飞的雪缓缓落下 夜色下的燕鸣湖回复了安静 再也没有雷鸣般的刀枪撞击声 湖面上也看不到 那两个舍身忘死薄命的身影 连田里那些洞中 传来湖水清荡的声音 仿佛变得比先前还要更加寒冷 湖南岸山崖上的桑桑 艰难地从大黑散下爬了出来 看着幽济可怕的东湖 苍白的小脸上染着血 还有最深的恐惧与担忧 木桥畔 陈皮皮 唐小唐和叶红鱼 看着幽静的湖面 没有一个人说话 呼吸就如桥畔的冬日芦苇般 偶有摇动 长久沉默 皇宫中 皇帝陛下面无表情 搂着自己的妻子 李青山和黄阳站在亭中 黄阳右手轻轻离开谷中 终在雪中沉默 雪桥前 许氏银白的眉毛 在夜风里漂浮得愈发狂乱 盘西坐在桥上雪间的二师兄 却依旧低着头 看不见他的脸上的表情 东陵里 浑身附着雪的哑巴僧人 自然沉默 然而林剑一直悠悠响着的缠声 仿佛也变得比先前要更小了些 城墙上 大师兄和叶苏 看着燕鸣湖的方向 沉默不语 二人身前墙头上的积雪 不知何时 已经散落至城墙下的民宅里 整座长安城都沉默了 这座城里的人们 知道夏侯和宁缺这时候 在雪湖冰面之下 在寒冷的水中 进行着追逐 或者是厮杀 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知道 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雪湖上响起一道声音 这道声音 像是一扇陈旧的木门 被缓缓打开 又像是沉重的石桌 被人在地面上拖动 很轻柔的一声枝哑 却是打破了整座长安城的沉默 雪湖上出现了一道隆起 紧接着枝哑之声 变成喀拉的巨响 燕鸣湖的冰面不时拱起 然后落下 似乎有只无形的巨手 在不停地从下方的湖水里 拼命地敲击 想要把冰面砸穿 极厚的冰层像伤口般 被巨大的力量震至翘起 碾压到旁边的冰面上 湖水不停地翻滚 发出海啸般的声音 先前幽静的雪湖 骤然间变得极其恐怖 排山倒海 风暴不止 一道黑影从冰面的裂口里 急掠而出 然而重重地摔到雪尖 那是宁缺 她身上黑色的怨服早已湿透 被撕扯得快要不能避体 裸露的身体上 满是斑驳的 无法被湖水冲掉的血色 她没有片刻停顿 向着山崖的方向急掠而去 不过片刻 黑色怨服的表面便开始结冰 然而 与先前湖底黑暗 而寒冷的世界相比 雪湖之上仿佛便是浩天的花园 逃命般的奔跑中 宁缺想起那位 提前回到浩天怀抱的朋友 心想 小黑子你的情报 果然不能全部相信 夏侯根本不怕水 说来也对 即便她不会游泳 但一位武道巅峰强者 又怎么可能被水淹死 便在此时 她身后想起一道巨响 湖面厚实的冰层 被直接掀起 寒冷的湖水漫上湖面 巨浪如雪 似要淹没整个世界 恐怖的雪浪里 出现了夏侯如海中 妖兽的强大身影 她须踩着寒冷的湖水 一掠便是石余杖 一枪砸向宁缺的后背 第二百九十章 摇篮曲 宁缺在极掠中骤然转身 右手紧握着刀柄 左手握着刀背另一头 以浩然见势横向立于身前 想要挡住夏侯的这一枪 咔的一声脆响 宁缺左手腕骨断裂 刀背重得地落到肩上 她一肩在扛 夏侯铁枪之势在前 又是咔的一声脆响 宁缺左肩剧痛 再也无法抵抗刀上传来的距离 胆膝下跪 膝头把坚硬的冰层 砸出了树刀裂口 脸色骤然苍白 她很痛 非常痛 所以她的脸很白 非常白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眼睛里 看不到任何死亡的阴影 反而很亮 非常亮 一声如同野兽搏命般的痛呼 宁缺把痛楚化作了 难以想象的瞬间力量 又手腕强行一番 已然受伤的左手紧握成拳 重重地击打在刀背之上 就是这样简单的两个动作 让她手中沉重的坡刀 仿佛瞬间获得了某种生命力 像条灵动的蛇一般 顺着下喉的铁枪翻管上 站出一连串的刀花 反而把下喉的铁枪压到了下方 她腹部那低油耗燃气 压缩而成的晶莹液体 骤然炸开 那低液体瞬间蒸发 化为虚无 那些丝丝缕的蒸气 顺着经脉 灌向身体的每一处 她身体里所有的耗燃气 在最短的时间分隔内 尽数爆发了出去 赤裂的浩天神灰 再次从刀锋上喷波而出 竟让她此时的身影 显得比刀前的夏侯更加魁梧 更加不可一世 神灰照耀着夏侯受血而诡异的脸颊 照亮了她的眼眸 甚至把她眼瞳里的 那丝冷漠的嘲弄之色 都照得清清楚楚 夏侯知道 这便是宁缺的搏命一击 但她并不畏惧 正如她先前说的那样 宁缺不是柯浩然 她的浩然气 在如何模拟浩天神灰 也不可能是真的浩天神灰 她盯着宁缺苍白的脸颊 寒声喝道 柳白的剑意 终究不是柳白的剑 你会的东西再多 但那终究 都是别的东西 赫声回荡在寒冷的雪壶上 震得宁缺刀上的神灰 如风中的火把摇晃不安 铁枪骤然上挑数寸 破刀后退数寸 你不可能再赐我一剑 你也不可能再伤到我 夏侯盯着宁缺的眼睛 冷漠不屑说道 身为书院弟子 居然入魔不肯修本命物 你连本心所指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死又有何意 此言一出 刀上的神灰摇晃的愈发剧烈 就如风中之竹 似乎随时可能熄灭 宁缺脸色苍白 一口鲜血喷到了神灰里 伴着痴痴声中 化作了微带娇味的蒸汽 然而 她的眼眸 却依然是那般的平静 然后她说了两个 谁都想不到的字 谢谢 宁缺很清楚 夏侯是怎样强大的一个人 动玄境的自己 是怎样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做了很多预案 这些预案跨越了整整15年的时间 直到白天离开红袖昭时 闻着长安街巷里的羊肉汤味道 才最终完全确定下来 这些预案针对的是夏侯的强悍实力 以及这位强者可能隐藏的手段 然后试图寻找绝杀的机会 在今夜的雪狐一战中 这些预案 有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浮的风暴 铁剑与铁壶的配合 有的则是毫无作用 比如先前 她从夜空里惨然下坠 看似凄惨 其实是想把夏侯 引入黑暗寒冷的湖底 伺机杀之 依照卓尔当年提供的情报 夏侯很害怕水 然而实际情况 却是夏侯在寒湖底 变得愈发强大可怕 有些预案 宁缺在战斗中 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拿出来 有些预案则是动用了一半 从最开始的时候 她便一直在寻找 与夏侯正面相交 比拼真气的时刻 因为通过夜红鱼 她知道 浩天神灰对魔宗强者的威胁 她寻找到了两次机会 她面临着两次选择 在第一次浩天神灰 自坡刀喷布而出时 她选择了用浩然气 配合柳白的建议 根据她的计算 成字小师叔的浩然气 以及心境悟德的柳白建议 是自己最强大的手段 事实上 她也确实成功地重伤了夏侯 只是很可惜 没有能够杀死对方 此时面临第二次机会 她一直不能确定 自己应该如何选择 直到她听到夏侯冷力 而居高临下的鹤齿 她终于坚定了信心 动用魔宗秘法后的夏侯 销售到了极点 眼窝深陷 脸颊上仿佛只蒙着一层薄薄的皮肤 下面的骨骼清晰可见 竟有了些她老师 连伸在魔宗山门里的模样 在炽烈的光线照耀下 更是如神如魔 不惜燃烧生命与血肉 严重损耗自己的兽源 夏侯彻底地改变雪狐之战的局面 在强大的她面前 宁缺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浩然气拟出的浩天神灰 对她能够造成一定伤害 却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宁缺眼看着马上不要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 她却说了声谢谢 这声谢谢是如此的莫名其妙 夏侯不知道 宁缺是不是冰死之前真的疯了 无法理解宁缺为什么要感谢自己 但总觉得这声谢里 透着股诡异的味道 有些隐隐不安 宁缺看着赤裂光线那边 夏侯如神魔般 争獰恐怖的兽血脸颊 情绪复杂说道 我也有本命物 你要不要看看是什么 随着这句话 一道极凝敛的念力 从宁缺的身体里释出 念力脱离身上斑驳的血色 向着雪壶上空 飘飘渺渺而去 飘飘渺渺这个形容词 不是说这道念力行走的缓慢 而是它本身给人的感觉 这道念力精纯到了极点 然而却如一个徒有蛮力 却无知无实的顽童 弥漫在雪壶上的天地元气里 根本不知该触摸何处 白日封雪宫门前 那道极细的念力雄魂精纯 对天地元气的操控 却是极为糟糕 此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然而夏侯的眼神 却是骤然寒冷起来 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 宁缺是出的这道念力 在雪壶上捕捉到了 极细的一缕天地元气 那缕天地元气 瞬间直抵湖南岸的山崖上 腐落崖盼 那道极细的天地元气 瞬息便稳定下来 而且开始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扩张 似乎山崖那处 有某种事物 在源源不停地灌注到 这缕天地元气之中 双手紧握着刀柄 凝缺的脸色苍白 眼睛明亮 他冒着悔宫的危险 念头一动 便散了自己腹内的 那液晶的液体 把所有的耗燃气 同时输送出去 确保压制夏侯铁枪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他必须珍惜 他的念力是离石海 穿过凝质不堪 只通石窍的雪山气海 在那些艰难难行的 无形气窍里穿行 最终会成了一首 声音很微弱 音律很拙劣的小曲 他希望这首小曲 能够被听到 能够被听懂 因为他在用这首曲子 呼唤自己的本命 修行者控物 并不是靠天地元气 直接去影响世间的物事 而是以天地元气为桥 把自己的念力 传递到物体之上 从而引发物体内部的 天地元气震动 和修行者念力最和谐 最容易发生共振的物体 便是本命物 这是陈皮皮的说法 他认为 修行者要找到与自己 气息完全吻合的本命物 非常困难 那夜在旧书楼里 他对宁缺侃侃而谈 以音律举例 所谓本命物 便是能够听懂 并且非常听 自己曲子的对象 也就是所谓之音 剑师的本命物是本命剑 比如柳白的大合剑 当然作为世间 第一强者的剑声 他如今已经能够 把自己的本命剑 画在纸上 服饰的本命物 是本命符 比如宁缺师傅 颜色大师的锦字符 这道符与他最为亲密 并且直到逝去前的那一刻 还在并肩战斗 宁缺是罕见的兼修者 他的本命物不是刀 不是剑 也不是本命符 更不是什么笔墨纸焰 山川西木 甚至不是最挚爱的银子 他的本命物 是个小侍女 是那个头发微黄 面容微黑 寻常的小侍女 雪湖上 宁缺的念力 操控着那缕天地元气 来到了雁明山上 那首小曲 便在崖畔无声而起 陈皮皮曾经说过 他的曲子很难听 很难懂 而且今夜距离相对较远 所以曲声异常暗淡飘渺 简直不成曲调 桑桑感受到了那道念力 他听到了那首曲子 也听懂了那首曲子 虽然雁明山上 并没有奏起真实的音律 但他清楚地听到了一首山歌 那是很多年前 宁缺背着他在 明山深处攀爬时 经常喜欢哼的一首曲子 宁缺诸窍不通 五音异不全 他之所以不怕丢脸 还经常哼这首曲子 给桑桑听 是因为桑桑睡不着的时候 喜欢听他唱这首歌 这首歌 便是桑桑的摇篮曲 桑桑拿着大黑伞 神情威望站在牙畔 他看着牙下 雪湖里的那片光明 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听懂了 宁缺在那道念力里 发出的召唤 或者说邀请 宁缺在邀请他 建立一种最紧密的联系 那是绝对的服从 便是死亡的阴影 和冥王的恐吓 都无法撕裂开的联系 任何有自主意识的生命 面对这样绝对单方面的联系 都会本能力抵触 就算最终接受 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挣扎 但桑桑没有任何犹豫 更没有挣扎 便同意了这个邀请 因为 他本来就是他的小侍女 绝对